今天的内容请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后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您怎么看这次霸王为什么会成功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主要的背景 就是莱猪 莱猪有非常多人愤怒 那刚刚立文讲这个人高人玩 为什么 因为他等于说引起了在野大联盟 除了民党 所有政党都业续挑出来 包括台湾民众党 那你今天一个人 做到这种天路人厌的话 大家就顺势出来 其实也是刚好的 其实他们地方上的民进党议员 也很希望他被罢掉 因为他真的是太嚣张了 大概只有一个郑文燦在护他而已 那现在那个陈伯伟 他不是说他们如果被罢掉 他请全台湾人吃鸡排 那为了吃这个鸡排 现在已经很多人要来罢免陈伯伟了 所以大家 不过这一次的罢免 我要在这边还是 我觉得最后 地方的立法委员鲁明哲 有权力撩下去 是一个能够过关的很关键的理由 他站在第一线 对啊 所以接下来对于黄杰 对于陈伯伟 这样子的这个罢免的气势 能够延续吗 当然可以延续 就是说大家要出来 不要被人家看衰 所以凤三的清洁队朋友们 一定要赶快出来 那给他一个好的年购 让他清洁溜溜 对 我也说过年请要大早出 对